Fence的鞋款主要可以分為五個支線 Classic, Classic Pro, Pro Skate, Surf,以及本次的主角Volt 高雄的天氣,好不好 這陽光,這個藍天,真的是 完全不是北部可以比你的 那今天的聲音啊,大家可能會覺得說聽起來有一點點奇怪 那是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明明天氣這麼好 還可以感冒,然後就有點燒瞎 所以今天的聲音可能會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大家再體諒一下 然後,好像過年吃太爽 對,回去,應該又要減肥了 好,那說到Vence Bolt呢 其實我第一雙Volt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一雙Needle跟Vence聯名的一隻腳是虎紋 一隻腳是豹紋的那一雙嘛 那那一雙在我一入手之後就發現 它不管是在國用的舒適度 以及在細節上 還有一些額外的設計跟它的用料配置 其實都跟我一般對Vence的印象 算是落差蠻大的 因此呢,我就在今年的過年又入手了 第二雙Vence Bolt 那說到Vence Bolt 可能大家會蠻好奇 它到底跟一般的 Old School 或是一般的 Slip-bomb 差在哪裡 那其實有幾個蠻簡單的點是可以去辨別的 首先呢 一般的 Old School 或是一般的 Slip-bomb 它是隸屬於Vence Classic這個支線裡面的 那Vence Bolt 就有點算是它的最高支線 所以它在用料上 以及它的所有細節 會比起一般的 Classic 再好非常多 再來就是它的斜後跟 一般Vence的斜後跟它上面會是寫了 Vence然後Off the Wall的字樣嘛 那如果是Vence Bolt的話 就會變成是它只有一個滑板寫著Off the Wall 然後右下角會附上Original的字樣 這就是屬於Vence Bolt的腳後跟的小紅標啦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整體的鞋子的中底 會把以往 Old School 的白線拿掉 變成是單純只有全白的中底 那我覺得在視覺上其實它看起來 底會稍微厚一點 所以對於我們矮個來說 在穿著上也會稍微有一點點 增高的隱藏的一些視覺效果啦 再來就是它的鞋帶 一般 Classic 它的鞋帶就是使用非常細 不是細啦 就是很薄很扁的鞋帶 那那種鞋帶其實我覺得綁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難綁 然後不是那麼方便 然後會很容易就卡得很緊 穿脫不是很方便 那它的Volt 其實就是把它的鞋帶 變成是比較偏厚實 比較趨近於一般我們可能會在 球鞋或是平底鞋 白鞋 上面會看到那種比較偏厚實的鞋帶 就會比起一般的 Classic 的鞋帶 在好綁蠻多啦 然後在拆啊 穿鞋帶也會算輕鬆蠻多的 然後這點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然後最後就是 Vans Fold 我覺得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鞋底呢 它的鞋墊的部分 在腳後跟的地方 會再多貼了一片皮革 所以它其實在穿起來的舒適度啊 會比起一般的 Old School 或是一般的 Classic 系列裡面的鞋款 來的好穿 真的是超級超級多的 那講完一般 Vans跟 Vans Fold 的區別之後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今天這雙主角 這樣多彩多姿的拼接的 Vans 那這雙鞋啊 我是在 Vans 購入的 因為一般 Vans 的鞋款啊 我不知道是它們 Vans 的規定還是怎樣 就是基本上在一般台灣的 Vans 直營店 或是在 ABC Mark 裡面 你是不太有機會可以買到 Vans Fold 的 它通常都會放在可能像 Vans 啊 United Arrows 啊 或是像 Green Label Relaxing Urban Research 這一些比較平常日系的鞋貨店裡面 才會有販售 Vans 這些的鞋款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買的話 要記得到這些地方才會找得到 再來就是它的顏色不一樣之外呢 它的每一個顏色的布啊 都是使用了不同的材質去做 拼接而成的外層的帆布啊 九紅色跟粉紅色 然後它的這一條 Vans 的 Logo 呢 這條線呢是用了皮革的 有橘色跟黑色 在鞋帶孔的兩側 以及鞋後跟還有鞋頭的地方 就都是用了擠皮的材質 所以其實整雙鞋啊 那不管是材質還是顏色的拼接 都是非常的有細節 所以我覺得在搭配上 你可以用顏色去混搭 或是你可以用單一色調 讓它成為亮點 都是一個算蠻好搭配的好東西啦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覺得 Volt 還蠻不錯的一個點是說 它雖然說是隸屬於 Vans 支線裡面的 最高級別 Volt 系列 可是它的售價呢 也並不會說比一般的 Old School 貴非常多 像我這一雙野財花 我記得好像是 2800 還 2700 左右 就入手了 所以它其實跟一般的 Old School 價錢 也不會到落差很大 算是 Vans 莫名還蠻親民的一點吧 只是它有一個點有點小可惜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它的鞋帶孔兩側都是使用雞皮的材質 鞋舌也是使用雞皮的材質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種材質 比較容易染色或是掉色 所以其實你的鞋帶一直在穿 解開綁去摩擦到這些雞皮的過程 它的鞋帶就會有稍微一點點的染色 像我現在的鞋帶因為長期會去摩擦到 鞋舌的那個紫色的部分 它其實已經有染到一點點紫色的痕跡在上面 所以這點我覺得是算小可惜啦 但除了這個之外 基本上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它都是一雙優質 然後非常好搭的鞋款 個人是真的非常喜歡 你看我都越來越厲害了 高雄的衛舞 就是這個格局 大家看一下 這個格局 然後那一片 全都是 第一次來 嚇到 哇這 高雄的 包括是地大還是怎樣 他們每個 路啊什麼的 我覺得都比台北還要 悠哉蠻多的 然後其實 甚至我覺得 高雄都快比台北好拍了 然後說到這一雙VOLT的腳桿 因為在我上一次入手了 Needles跟Vans連名那雙Street Bump 那時候我就有完全的被 它那雙鞋的腳桿給震驚到 因為真的很好穿 甚至我覺得 那一雙的軟Q程度 已經比起很多 甚至是球鞋 我覺得都沒有那雙來得好穿 所以 當時我就以為說 幹VOLT這麼屌 是不是每一雙鞋都這麼好穿 那基本上 以後都只要買VOLT 其他鞋真的不用買 因為根本是 沒得比 結果後來我實際入手了 這一雙VOLT之後就發現 這一雙呢 它實際的腳桿 就沒有上一雙Needles 那雙來得這麼軟Q 當然說比起一般的 可能像Vans Old School的 Classic的系列啊 它確實是底會稍微厚一點 然後 畢竟它後面有加一層皮革嘛 所以穿起來 一定是會在行走上 舒服一點 軟一點 可是它這一雙的軟Q程度呢 比起那雙Needles的 就很明顯的會感受到輸蠻多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那一雙 Sleep On Needles 聯名的是有特別加厚 還是是 Sleep On的VOLT 會比起一般的 Old School的VOLT 還要再更好穿 這個我就可能要等之後 再去確認 大家就是可以 稍微當個參考 不要誤會 不然我怕害到你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簡單跟大家開箱 分享一下我 新入手的VOLT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對於細節很講究 或是你很喜歡 Vans它的鞋款 但你覺得它一般的款式 真的不是那麼好走的話 我覺得VOLT都是一個 還不錯的款式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試一下 說不定會 蠻顛覆你對 一般Vans的想法啦 因為至少 我自己是這樣 然後 對 高雄的天氣 真的是非常好 今年 過年下來 六天 每天幾乎都是 這樣子的天氣 然後現在在 魏武 真的是 有點漂亮 好那今天讓廚房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頻道 還有IG 然後小鈴鐺 這邊請幫我點來看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